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范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测试服的更新公告 首先 此前在雷拉工作室和大家沟通过去除所有只能造成物理伤害英雄的魔法值 大多数玩家表示喜欢 也有部分玩家担心一些英雄因此过于强大 我们将在本版本进行这一改动 并对一些对此收益过大的英雄进行削弱 同时持续观察这一改动所有英雄带来的影响 在后续版本会一一调整 同时我们也会持续调整部分魔法消耗过高的魔法英雄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所有的物理英雄的蓝条全部被移除了 像什么雷拉 剑锋 子龙 克劳德 米亚这种 包括蓝斯洛特这种都不再消耗魔法值了 就是无消耗英雄 好 新英雄 我刚刚在朋友圈也发了一下他的技能展示 一会儿我们直接去训练营里面看 是一个战士 可以从大招式变身 圣兽降临 就是小技能是人形态 然后大招会变成圣兽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英雄调整 阿格斯 试验性调整归来 本次我们进一步改良了阿格斯的账战体验 并解决了一些阿格斯一系列痛点 被动效果移除 随时间回复能量 不再随时间回复了 但是每次攻击获得能量 便从10涨到20 暴击额外的 邪神之力从5变成20 二技能效果移除 攻击诅咒敌人不再获得200%邪神之力 新增效果 命中敌人将获得100点邪神之力 一出的邪神之力将被保留至下次普攻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二技能戳过去之后 就下次直接有一个满额的邪神之力 就是一个额外的强化普攻 就这么理解就完了 就如果你现在是80点 你戳一下 你就相当于变成180点了 就100点给你展出来 然后剩下80点就还留着 然后你再砍一刀 如果暴击什么又20点 然后就又能再砍一刀 三技能 化身时间从5秒变4秒 死亡免疫时间从3到4 具体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讲了 就是之前有一期测服的视频 已经展示过了 然后持续时间从5加3 调成了4加4 移速加成从80削到40 然后移速加成时间从200削到1秒 冷却时间也有所提升 但是新增效果若化身 堕落天使期间未触发死亡免疫 则在大招结束返还50%冷却时间 就阿格斯大招现在有两段 第一段是加输出 加输出4秒钟 假设你在这4秒钟之内 血量见底了 又会进入一个4秒钟的无敌状态 这4秒钟也是加输出的 那么假设这4秒钟结束了 你没有被打到那个 踩血的情况 你没有血量见底 大招就会返还一半冷却时间 就因为你没有出发免死 基格洛布斯试验性调整归来 基格洛布斯大招复行速度较慢 虽然有飞得越远 这些都跟之前的一样 数值有一些略微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子弹出使数从1提到7 但不再随飞行时间加速 然后冷却时间 从全体级43变成26到18了 后期接近一个三分之一了 然后伤害有所削弱 从550到800加220总困化攻击 变成500就没有成长了 加120总困化攻击 然后法律消耗 从160到200减到60到100 然后进步时间 从1到2秒变成0.7到1.5 就是基格洛布斯 可以几乎无限放 他的123123123 但大招的伤害有所降低 进步时间也有所降低 佐尔 试验性调整归来 我们希望降低佐尔输出时间 从而提升其爆发能力 使他更像一个刺客 几半时间从1秒降到0.8秒 大招的伤害和持续时间没有变化 诺兰 试验性调整 大招解除控制效果驱逐后 诺兰的生存能力有些偏低 我们希望赋予其一些持续作战能力 同时小幅降低其机动性以平衡 北斗 回复能量从15点提到20点 然后新增效果 崩裂命中敌方英雄 会为诺兰回复150加150额外物理攻击点生命值 就炸到人可以回血 可以让他在 持续的在轮群里面 炸 但是1-2技能冷却时间 提升了0.5秒 迪斯拉 NEXT的版本中 迪斯拉在游戏前中期的压制力更加强大 且即将到来的魔法值取消使 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采放技能 因此我们对他前期强度做了较大的削减 但略微上调了一些后期强度 包括罗杰和波波鲁也是 就是三个本身在当前版本就比较强势的 然后他们三个也是有蓝条的英雄 然后蓝条去除了之后他们会更强 那么迪斯拉是冷却时间从7-4.5 变成9-4 然后前两次基础伤害从135砍到90 后期有5点的提升 然后罗杰是大招增加双抗 从40-70砍到20-65 波波鲁是一技能的库巴斯咬基础伤害 全能级降了30点 然后大招前期提了10秒钟 后期不变 速游 就是上一个上天府的新英雄 我们希望提升速游一套连招的爆发伤害 降低其远距离消耗能力 三技能点按释放 从350-490加100额外物理攻击 调成525-725加150的额外物理攻击 就翻了1.5倍 然后蓄力释放的伤害和点按释放伤害一致 不再随着蓄力时间增加提升 原来蓄力伤害是会将伤害提升至原来的200就两倍 那现在就点按和蓄力释放伤害一样了 都是原来的1.5倍 蓄力释放只是会更远一点 好 马迪尔达 一技能范围从4.6提到4.8 然后新增效果 释放技能是不会停止自身移动状态 然后蓝耗降低 二技能的范围从5.5降到4.8 魔法消耗降低 然后这里还有大波装备调整 配合魔法值调整 调整了该装备属性 毕竟大多数英雄的蓝条被去掉了 所以统一圣顿不再增加木法值了 而换成了250的生命值 然后物理防御 55点物理防御没变 然后5%的冷缩 离速变成了5%的冷缩 然后他的小剑悬冰护盾也是 变成18物理防御 150生命和5%冷缩 那么无尽对决 因为物理英雄没有蓝条了 所以去除了5魔法恢复 然后价格从2330降到2180 命运课中 目前该装备的寿命有些狭窄 我们希望部分魔法坦克和战士 也会考虑该装备 例如艾斯梅拉达 夏尔雅 属性薪资10%冷缩缩减 魔法上线从800 降到400 然后照片坦登 该装备提供的冷缩缩减 也会让法师们释放技能更加频繁 于是我们给予了 他和闪电权杖一样的魔法上线 然后这个魔法攻击从70提到75 然后新增400魔法上线 那么其实对于竹心来说 出命运课中加赵运坦登 的魔法值是没有变化的 就一个加400 一个减400嘛 然后赵运坦登贵了80块钱 从1950提到2030 这个1950提到2030 应该是命运课中的价格吧 赵运坦登 是从2160提到2250 雷尼尔带 该装备的前中间的伤害有些偏高 我们希望他需要更长的碟子时间 才能打出高额伤害 就伤害加成 从总物理防御和总魔法防御 变成了额外物理防御和额外魔法防御 鼠王铠甲 触发吸收伤害条件 从单次伤害超过800 降到了500 这个下面的大会再讲 我们现在看一下刚刚那几件装备 一个现在赵运坦登和闪电权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装备的属性和价格一模一样 都是2250块 然后四十七十五点 哇攻击四百点 生命上见 10%冷缩 然后闪电权杖是打一个爆发 赵运坦登是打一个持续输出 然后命运课中 变成了四百生命上线 四百攻击上线 加10%冷缩 这个10%冷缩很香 然后这个是五金对决 不再有那个回篮刀了 价格也便宜了点 反正就是价格便宜了一个增强吧 本身那个回篮属性大多数吃无金对决的英雄也用不到 像什么阿鲁卡多之类的 反正现在物理英雄也没有蓝条了 好 还有一个改动叫做战场机制平衡性调整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如果有点印象的玩家应该知道之前有很多乱七八糟五花八门的机制在测服什么过两天过两天生效 对吧 然后这里是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几种机制 第一个叫做固若金汤 每座防御塔都有那个塔皮了 但就是什么一塔二塔三包高地塔都有塔皮了 但是额外金币统一调整成120块钱 就一个塔皮只有120块 有三个加起来还是360 呼盆换游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领主 你打完领主之后 不是有一条领主会出来吗 就是帮你推荐吗 然后那条线上三个小兵会换成三个野怪 就跟领主一起 然后那个三个野怪分别是这个火石傀儡士兵 会为周围有方单位提供十点的混合防御 然后火甲虫士兵将为周围有方提供10%攻速 然后这个分刺西士兵会提供周围有方单位15点适应性攻击 力量永存 就是神规之力变成永久 然后有一些数值的削弱 永续神规 是什么东西 力量永存是神规buff 你获得一次神规buff变成永久 但是它本质上最多还是三层 就是你即使拿了三条规 你还是最多三层神规buff嘛 然后这个神规buff会永久存在 但最高也就三层 因为总共就三条神规 然后永续神规呢是 神规会在领主刷新后 还依然一直刷 一直刷 但是就是这些机制之间都是相对独立的 就是有了这个力量永存就没有永续神规 所以力量永存它存在的时候就最高还是三层 最后一个是治愈之塔 我们增强了前期治愈之塔的作用 同时降低了其对不同基础生命值英雄回复效果的差异 就是你在就是外一塔还在的时候 你在塔下会每秒回复生命值 从1%至2%生命值变成20加0.5 然后下面有一些技能预警签的改良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不念了 好 那么刚刚就看完这个什么 战场机制平衡调整 大家就懵了 那这些调整什么时候上呢 就来看活动相关 叫做百变战场 在体验服务时间8月2号到8月20号开放 在这个活动中之前与大家见面的战场机制 就是刚刚我列举了那么多啊 什么神龟啊 什么永久塔皮啊 什么至于之塔之类的 会现实反掌 将你由你来决定 将哪些上机制应用到战场上 活动分为四期 前三期每期包含投票阶段 公式阶段和竞技阶段三个阶段 就是说玩家投票 你这期想玩什么机制 投最多那个机制就会出现在战场上 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测服 信息量 更新量真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最大的 新英雄卢卡斯 他的被动呢是在 他的被动呢就是没有被动 他的被动就是没秒斩怒 然后伤害斩怒 然后怒气满了才能开大 这是他的被动 就我下面不是有个条吗 这个条就是他的怒气值 一技能是 这样打个伤害 然后根据不同的 平A次数会强化 他的一技能 刚刚展示的是就是没有强化的一技能 你A一下再放一技能 就会变成这样 你A两下再放一技能 就变成这样 所以 所以 就A A 啊 有个伤害和小福的一个击退 这就是一技能 直接就上木招吗 二技能是一个位移 然后会突到背后被敌方身后 然后啪啪 打两拳 其实是打一拳 然后因为他二技能放了之后 还能提升攻速 所以就看起来 啪啪两下很快就打出来了 一般就二技手 A A 然后E 可以把人给搞回来 这就是他的正常那个连招 你看我现在怒气条已经满了 基本上你到四 基本上怒气条已经攒满了 这个大招这个技能图标上的火拳已经 这个按耐不住了 我们直接给他升一级吧 升一级之后变大 变成一个圣兽 然后技能组呢 跟刚刚也是一样的 就是但是整体的效果范围会更加的夸张 然后 我又变回来 我对 我能我能开无限技能吗 无限技能怒气好像也 长得不是特别快 变大变大 开大 二技能扑 然后两下平A 一技能 开大的一技能有一个 击飞 而开大的那个一技能也是分为普通的 然后强化一段和强化两段 人形态普通一 人形态强化一 人形态二次强化一 兽形态普通一 兽形态一次强化一 兽形态两次强化一 就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大招 我别死 在哪复活 没有复活按钮吗 才无敌吧 就大招 还有一个二段 二段是一个远距离土球 看着有点像紫尾尔的大 但是它是 没有那么就是远 就是一个 打一个屏幕的 不是全屏 变大 然后吐一个能量弹 碰到人炸开 这个就是新英雄 其实技能看起来 非常的酷炫花哨 但其实本身的 玩法并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就是 二段人背后 然后攒个强化一 两位强化一开起来 对吧 然后人跑了 一个大招收尾 看能不能把他炸死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鸡科洛布斯 好像吧 无限技能关了 这样我们就买CD了 在买CD的情况下 就可以做到 二大一 然后二一一套 大招就好了 然后再二一 再二一 然后大招就好了 再二一 二一 大招就好了 就可以一直 放 基本上没有平A的时间 拦都打空 但是大招的单次伤害 就有所降低 就你看就700点 一个二技能都能打2000多 再展示一下阿格斯吧 阿格斯你看他现在没有原来的能量回复了 一刀回20点 暴击了就回40点 然后一个能量回满了 就一刀 大的 然后二技能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80点能量条对吧 二技能戳中 下一刀直接斩 然后还有80点能量条 再砍一刀又能斩了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大招也是啊 就是强化嘛 如果你大招没有出发免死 他就会返回50%的冷却时间 看到没有 那我假如说我们还是满爆啊 满爆就可以这么砍 冷却时间变成了15秒 因为没有出发免死 我上周说 那个他大招一定要满爆 就是怒气满了 开打才有收益 就是才是才是最最赚的 不然没法做到 刀刀被动 但他现在改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二技能戳中之后 直接满怒 所以就你只要有二技能在 你就可以上 你不需要在乎你的怒气满不满 然后再展示一下 就如果说 大招开起来 这时候触发了免死 4秒钟免死 那这个时候大招就不会再反还CD了 因为你进入了这个免死状态 如果没有进入免死状态的话 就会反还一般的CD 大概就是 太友好了 我只能说 就你现在虽然没有满 我可以大招一开二技能满 哇 太夸张了兄弟 这阵风开起来 看吧 最后是 诺兰 诺兰 诺兰给了一些持续作战能力 因为他本身就是在里面划线的 我觉得新的诺兰可以出 反正是什么伏伴肉啊 可以考虑 然后买一个新的这种统一圣盾 因为进统一圣盾-4D还加生命值 就不加蓝条了 给稍微出一件到一件半的肉装 就炸一下有回血 但是他命中如果炸弹命中多个人的话 他的回血值是一样的 治理稍微高一点是因为那个白人神服有吸血 但是他本身那个回血值是一样 就跟他那个能量回复一样 就能量回复也是炸到无论多少人都是回一次嘛 回血也是 好吧那本期视频到结束 下期再见 拜拜